8号上午9点半左右 香港求车开进九龙城法院 车上押送的12月份涉嫌杀害香港民员蔡天凤的被告 包括蔡天凤前夫旷港志 以及公公和大伯 还有被控销毁相关刑事调查资料的婆婆 一家四口全都涉及的凶案 表定下午2点半开始停讯 尽管蔡天凤遗体还没全部找到 香港司法单位在调查告一段落后 连续两天开庭审理 近日有媒体重返命案地点大浦隆尾村采访 发现多数村民仍惊魂未定 对陌生人十分警惕 更有住户早已搬离 空屋没有人要租 蔡天凤名案震惊华人社会 他在2月21号被通报失踪 三天之后香港警方在隆尾村的案发现场内 发现了冰箱和锅子里面有蔡天凤的遗骸 警方能迅速关注案情展开搜寻 港媒最新报导 是因为蔡天凤的闺蜜 也是郭富城妻子方元 在好友失踪后向丈夫表示相当忧心 郭富城立刻联络香港警方高层求助 加速了命案调查进度 蔡天凤命案 另外两名被告 任职游艇公司的41岁林顺 和蔡天凤前夫旷港市女性友人 29岁的潘巧贤 也因为涉嫌协助旷港制逃亡 出庭应讯 TVBS新闻夜俊宏 李明珍综合不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